新加坡台北工商協會 新加坡台北工商協會 日前特別舉辦夜代晚宴 現場共有上百名的僑借人士 與台商共襄盛舉 不僅有歌唱表演 更有機票抽獎活動 充滿歡樂氣氛 這段時間裡面 在新加坡的節奏 我們從台灣來的鄉親 也利用這個休閒的時光 辦了一個這麼大的活動 聖誕節聖誕的平安夜 是我們新加坡台北工商協會 每年所舉辦的最後一個活動 那在年終的時候 我們大家歡聚在一起 然後一起慶祝一起歡樂 同樣是在耶誕前夕 不過首爾的中華民國婦女聯合會 韓國分會選擇用分享送暖的形式 共度佳節 一行人準備了白米與泡麵 來幫助獨居老人渡過寒冬 互聯會韓國分會主委曾貝斯表示 判透過物資分送 發揮人膩己膩的精神 這一次我們是想意這個 寒冬送晚來到中區的安 首爾中區的老人安置中心 贈送白米是2000公斤 泡麵100箱 給這裡四百五位的 需要幫助的人 來發揮一下我們的這個 人膩己膩人肌己肌的精神 復聯會指出 本次共分發了10公斤裝大米200包 以及30包裝的泡麵100箱 除了推展社會公益 也可增進台韓雙邊交流 進而實現國民外交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